阿彌陀佛 大家好 前一段時間 因為這個肺炎的疫情的關係 那我自己做了幾個月吧 一兩個月的這個閉關 那有一些人也是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當然每個地方不一樣 那麼有一些個別人呢 他可能需要做隔離 或者說政府也希望大家減少出門 減少與人接觸 所以呢 我所認識的一些朋友 還有一些居士 他們就有提出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既然都要關在家裡 都要隔離四四天 也不能出門的話 那麼他們可不可以自己在家裡做一個閉關呢 如果他們講做閉關的話 想把這個時間利用起來 那對我來 我個人而言啊 我並不主張一開始修行的時候就進行閉關 一開始修行的時候 對佛法應該要有比較在知見上面 要有比較正確的認識 那麼所以呢 可能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要先多看一些傳記啊 像這個蜜日八尊者的傳記 或者說是這個 伊蘇家佛母的傳記 連環中大師的傳記等等 有一定的正確的知見 我們藏傳佛教裡面講 見修行果 首先一開始的見地正確的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我們也必須要坦白的說 就是閉關實際上分成很多種方式 也每一個地區啊 每一個地方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講就是 純粹佛教的閉關來說 尤其是藏傳佛教的閉關 像我前幾年 兩三年前吧 之前做了一個比較正式的 比較長期的閉關 按照藏傳佛教的傳統 是要閉關三年六個月的 那當然因為一些時間的關係 我們延長到四年多 那麼這種的或者說是 比較正式的跟密法 身體赤地圓滿赤地啊等等的 有相關的這種閉關的話 他們的要求會比較嚴格 那麼這種閉關的話 最好是有特定的場所 還有就是有人來護關啊 各個方面都是比較配套措施也好 就是比較完善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說最重要的 要有好的喪失 還有一些好的善友 就是金剛、師兄弟、道友之間 要比較合和的 還有一個喪失來指導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 那還有一些比較 可以說是叫集體式的閉關吧 所謂集體式的閉關 其實這個應該也不是藏傳佛教的特例 但是這種情況也是存在 就是說可能平常做習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可能是分開 那麼也有可能是大通鋪一起生活 一起在這個 災糖用餐的 那麼 每一天可能會分成四座 或者是幾座箱的時間 或者是幾個小時的時間 大家一起在大殿裡面修行的 像我所知道的 我們寶上師 他西藏那邊 有認識的這個 寺院 穆拉寺 家鄉穆拉寺那邊 他們的閉關中心呢 他們就是 屬於 生活 吃飯的時候治理 但是呢 每天幾點到幾點幾點 幾點到幾點 這個 修法時間是集中在大殿裡面 一起修行的 那麼這種閉關的話 其實實際上來說 就相對安全一些 因為有 大家一起 有一種 同儕的 互相 督促 然後互相 監督 這樣子的一種效果 那麼 那其實它有點類似於 漢傳佛教當中 像打佛七 或者是打殘七 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我小時候 因為可能有人看過我的 另外一個頻道 在這個 會生 物道裡面的這個採訪 我知道我 我小時候實際上是有 跟中台禪室是有一些緣分的 那麼 所以呢 我小時候我也參加過 類似這樣子打殘七的活動 雖然那時候年紀還很小 不太清楚 到底在做什麼 但是呢 它就是屬於一種 集體式的那種閉關 就中間可能三五七天 一般來說正常是七天 那有時候 因為我那個時候 因為上課的關係 可能只有兩到三天這樣子 那 中間是直雨的 也有說叫進雨的 然後固定到點了 就要上座 然後一座箱的時間 就是要打座 然後呢 下座之後的這個時間呢 可以做一些自己的活動 然後或者是 洗衣服啊 或者是出坡啊 等等之類的 然後打佛七也類似 就是 這種就是屬於我們所謂的集體式的閉關 那麼集體式的閉關的話呢 它就 對初學者來說也是可以去 參加的 這個比較安全 一般來說這種集體式的閉關 會有 法師 或者是上師 或者是這個 來指導的 那還有一種呢 如果說對初學者來說 自己在家裡面 也想要做一個簡單的閉關的話 我們這個 稱之為 結緣式的閉關 所謂的結緣式的閉關 就是說 嗯 時間不一開始 當然 我們還是不主張一下時間很長 那 結緣式的閉關就是 它沒有 像我們之前講的這種秘密法啊 或者說 身體式圓滿次第這種 長期閉關的要求 這麼的嚴格 如果真正的 正式的閉關的話 它的要求非常嚴格的 就是包括 呃 吃的東西 然後包括這個 呃 頭髮指甲 能不能剪啊 然後 反正 很多 規矩 細節方面 會要求的非常嚴格 但是 結緣式的閉關呢 在這個方面 就沒這麼多的要求 也就是說 呃 平常 可能我們 在 上班 工作的時候 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 每天只能做一次 早課 或者是 早課跟晚課 就是一天可能 比較有時間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是早晚 那如果沒時間的話呢 可能一天只能就是做一下 我們平常 作為佛弟子 他要做的這個 修行 一功課 可能是一座相的時間 那麼 結緣式的閉關呢 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時間延長 或者說增加了 那麼 因為 外在的條件 具備了嘛 我們現在 嗯 因為要隔離 所以必須要減少 以外人的接觸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把我們的 時間最好是要定下來 就是每一天 比方說 就假設我們是 隔離14天的話 那麼這個14天當中呢 每一天 比方說你 拿幾點到幾點 一天要三座相比 要假設 然後9點到11點 或者下午2點到4點 晚上7點到9點 這個時間 不能一直換來換去 就是說 因為這個要讓我們的身體 讓我們的心 養成一種規矩 一種習慣 那麼包括這個吃飯的時間 最好也是固定下來 那麼 這個 上座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在 假設一座兩個小時的時間的話 要進語的 直語 就是說除了 佛教的經書 儀軌 或者說咒語等等以外 不參加我們 世俗的俗語 那下座的時間 如果你是自己在家裡面的話 你只是做一種 比較結緣式的閉關的話 那那個時候 你要跟你家人 溝通 說話 或者說是放鬆 這個就比較沒有關係 如果嚴格要求的話 應該是全部都要進語 但是這個我們並不是 做一種體驗來說的話 這樣就可以 那麼最主要是 要有心啦 主要也就是說要 要有時間 這個所謂的時間 不是說 其實每一個人 如果你要找 找理由的話 找藉口的話 其實每一個人都很忙 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呢 這個時間就是說 我們願意在這個階段 給自己一個規劃 給自己一個安排 讓我們能夠減少 與外人接觸 然後也要盡量的 減少上網 減少通訊 另外就是 家人也不反對 有些人 如果家裡的人 非常的反對的話 這樣子也不太好 重點是 因為 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作為這樣子 一種結緣式的閉關 有時候我會稱之為 這個叫進修啦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家人他們的 護持 或者說不反對 這個是很重要的 經濟條件 實際上 不是這麼的重要 不是最主要的啦 那麼最主要的就是 自己的心 我們真的有 這樣子 對佛法 對三寶的信心 你有想要 在這個期間 藉由疫情 讓我們自己多 多修行 多念經持咒 來回向給眾生 希望這個疫情 趕快結束 讓這個所有的眾生 都能夠 快快的好起來 這樣子的一種 正能量的 正面的這種心態 然後還有就是 自己的身體 當然也不能有太大的問題 跟毛病 這個身體健康也是 做一個 閉關修行 它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條件 如果身體 非常的不好 你必須 還是要照顧我們這個射身 還是要去看病啊 還是要等等之類 這樣的話就比較麻煩 然後 還有就是我們的心 要真的準備好 所謂的心準備好 就是說 盡可能的放下啦 或者說不要太倉促的 就 臨時的進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就像閉關會進修這樣的事情 簡單的 來講 舉例來說 可能 有的人看過會生悟道的話 可能會知道我曾經的經歷 在2000年的時候 我們這個妙稱的閉關中 已經剛蓋好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 第一批長期閉關的人進去閉關 那麼 那個時候因為我的年紀還小 主要是 我的寶藏師認為 那個時候我還應該要去讀佛學院 所以並沒有允許我參加閉關 而且那個時候 外面也需要護關的人 所以 我雖然是屬於外面在護關 但是呢 還是有做 這種 藏文裡面叫 就是百日進修吧 或叫百日閉關 那個時候剛好是冬天啦 然後上司在裡面上課的時候呢 我也跟著去上課 然後每天 下課之後呢 我也還是要修房 一兩座的時間 然後除了之外的時間呢 我可能 座間還要做很多 這個護持他們 這個護關的這種事情 所以因為 我那種 就不是很正式的閉關 當然有一個範圍 不能離開我們試院 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不能出遠嗎 這樣子的一種範圍 有點像是 像隔離起來 類似這樣的概念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事情太多太忙 而且進去閉關的時候 跟他們一起上課的時候 實際上我的心 或者說沒有準備好 所以呢 我的雜事其實非常多 那麼這樣就導致什麼情況 就是說實際上我在上座的時候 其實心啊 都沒有辦法專注在法上面 我記得最 最好笑的是 閉關前 有人因為某些原因 然後拖給我一筆錢 大概是 一兩萬塊 忘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本來是要轉交給某一個司機的 後來因為 真的是太忙 然後忙到我忘了 然後後來也 就不了了之了 然後我就閉關了 然後等到閉關的時候呢 我突然看到那筆錢 咦 我突然想到 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有冒出 這麼大一筆錢呢 那個時候我年紀還很小 所以那個時候覺得 那是一筆大數目 雖然是一兩萬塊 後來 才想起來 就是 在閉關當中 實際上 在座上應該要修行的 應該是想的是佛法 可是呢 我想的卻是 那個錢到底是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錢 當然後來 因為我們的心靜下來的關係 也有想到 就是後來想起來 終於想起來 這個前因後果 雖然已經事隔有 快半年的時間 反正有幾個月的時間 後來才想起來 但是呢 我要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堆欄 從某個程度來說 閉關 它可以讓我們 回憶起過去的事情 曾經發生的事情 那麼 但是 這個並不是我們閉關的重點 我們閉關的重點 應該是在佛法上面 在修行上面 所以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那個時候 我的這種進修式的閉關 或者說 結緣式的閉關的話 我們心沒有準備好 我沒有做好前期的這種準備工作 主要是事情 還有這個心 沒有放下 所以 這樣子的閉關的效果 就會差很多 而且 不會達到我們本來的目的 那麼 這個是 簡單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 如果你自己 要在家裡面 做一個簡單的 結緣式的 進修的話 那麼可以 這樣子來參考 好 今天簡單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 阿姨多佛